撒姆尔记 下 第三章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 大卫家日渐强盛 扫罗家却日渐衰弱 大卫在西伯伦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安嫩 是耶稣列人亚西暖所生的 次子基利亚 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生的 三子亚沙龙 是基数王达玛的女儿马加所生的 四子亚多尼亚 是哈吉所生的 五子士法提亚 是亚比他所生的 六子以特念 是大卫的妻子以格拉所生的 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西伯伦生的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的时候 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 扫罗有一妃子 名叫利斯巴 是爱亚的女儿 一日 医师波社对亚尼尔说 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子同情呢 亚尼尔因医师波社的话非常生气 说 我岂是狗的头向着犹大呢 我今日忠心对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 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 今日 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 愿神重重惩罚亚尼尔 我要照着耶和华启示 应许大卫的话为他成就 废去扫罗家的国度 建立大卫的王位 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 从但直到别世巴 医师波社惧怕亚尼尔 一句话也不能回答 亚尼尔派使者到大卫所在的地方 说 这地归谁呢 又说 你与我立约 看啊 我必帮助你 使全以色列都拥护你 大卫说 好 我与你立约 但有一件事 我要求你 你来见我面的时候 除非把扫罗的女儿 米甲带来 就不必来见我的面了 大卫派使者到扫罗的儿子 医师波社那里 说 你要把我的妻子米甲归还我 他是我从前 用一百菲利士人的包皮 所聘定的 医师波社就派人去 把米甲从拉伊的儿子 他丈夫帕铁那里带来 米甲的丈夫跟着他 一面走 一面哭 直跟到巴护林 亚尼尔对他说 你回去吧 帕铁就回去了 亚尼尔与以色列长老商议说 从前 你们期盼大卫做王 治理你们 现在 你们可以这样做了 因为耶和华 曾论到大卫说 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 借我民以色列 脱离非利士人 和众仇敌的手 亚尼尔也说给汴亚敏人听 亚尼尔又到西伯伦 把以色列人和汴亚敏全家 所看为好的 说给大卫听 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 来到西伯伦大卫那里 大卫就为亚尼尔 和他带来的人摆设宴席 亚尼尔对大卫说 我要起身去召集全以色列 来到我主我王这里 与你立约 你就可以照你的心愿做王 统治一切 于是大卫送走亚尼尔 他就平安地去了 看哪 大卫的仆人和约亚突击回来 带回许多略物 那时亚尼尔不在西伯伦大卫那里 因大卫已经送他走 他也平安地去了 约亚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 有人告诉约亚说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到王这里 王送走他 他也平安地去了 约亚到王那里说 你这是做什么呢 看哪 亚尼尔来到你这里 你为何送他走 让他去了呢 你知道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 是要骗你 要打听你的出入 知道你一切所行的事 约亚从大卫那里出来 派些使者去追亚尼尔 从西拉井那里带他回来 大卫却不知道 亚尼尔回到西伯伦 约亚领他到城门中间 要与他私下交谈 就在那里 刺穿了他的肚腑 他就死了 因为他流了约亚兄弟 亚撒黑的血 这事以后 大卫听见了说 留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 我和我的国在耶和华面前 永远是无辜的 愿这血归到约亚头上 和他父的全家 又愿约亚家不断有患漏症的 长麻风的 驾拐杖而行的 扑倒在刀下的 缺乏食物的 约亚和他弟弟亚比筛 杀了亚尼尔 是因为在鸡变战争的时候 亚尼尔杀了他们的弟弟 亚撒黑 大卫对约亚和跟随他的 众百姓说 你们当撕裂衣服 腰树麻布 在亚尼尔前面哀哭 大卫王也跟在棺木后面 他们把亚尼尔葬在西伯伦 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大哭 众百姓也都哭了 王为亚尼尔举哀说 亚尼尔怎么会像鱼丸人一样的死呢 你手未曾被捆绑 脚未曾被脚镣锁住 你扑倒 如扑倒在凶恶之子手下一样 于是众百姓又为亚尼尔哀哭 白天的时候 众百姓来劝大卫吃饭 但大卫启示说 我若在太阳未下山以前吃饭 或吃任何东西 愿神重重惩罚我 众百姓知道了就看为好 凡王所做的 众百姓都看为好 那日以色列众百姓才知道 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 王对陈仆说 你们岂不知 今日在以色列中 倒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人物吗 我虽然受告为王 今日还是软弱 西鲁亚的两个儿子 这些人比我强硬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 报应他 请不吝点赞尬的